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 今天说到粉丝留言 粉丝问迷你世界的图标为什么都是迷斯拉 而不是卡卡和妮妮 带着粉丝的这个疑问 我和学姐对迷你世界的起源进行了一番研究 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 谢谢 众所周知 曾经在迷你大陆上 兽族与人类发生了一场巨大规模的战争 此次战争我们人类是防守方 我们的酋长带领 Lola 队长 卡卡 熊孩子 还有我们的教授参与了此次战争的防御 但是这场战争是因为兽族人抢了我们人类的财宝 小伙伴们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财宝就在兽族阵营的左下角 至于为什么不是卡卡 小伙伴们 你们看卡卡的姿势 卡卡是第一个冲上前方去的 你们再看卡卡 其实他就有点惨了 我和学姐发现卡卡的身下是万丈深渊 这样掉下去的话 卡卡肯定是活不了的 所以说不可能是卡卡 小伙伴们其实也不可能是妮妮的原因是 在这场会战中人类阵营中 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妮妮有参与此次会战 所以说图标自然不可能是妮妮 我们的第一代图标是酋长 因为酋长带领人类参与了此次反攻战 为了纪念他 所以我们的图标是酋长 而第二代图标是熊孩子 那是因为我们此次战争失败了 人类为了善于伪装穿上了熊孩子的外套 而逃离 为什么后期的图标都变成了迷斯拉 小伙伴们 那是因为在第一场会战中 人类和兽族发生战争时 我们的熊孩子外套已经被兽族所发现 酋长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维与打法 研发出了第二代人类外套 就是迷斯拉 其实每一个迷斯拉外套的身下 都穿着一个我们人类的角色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因为迷斯拉他是一只变色龙 他可以适应任何地形 与任何环境 可以变出相应的颜色 来保护我们迷你大军撤退 也可以保护我们人类的撤退 从而不能让兽族得逞小伙伴们